今時今日做傳媒 無論是電子傳媒、印刷傳媒還是網媒 其實都遇到很大的困難 譬如我們昨天還見到 有一個88歲的老人家跪給學生一封信 本來這很大機會會變成頭版新聞 誰不知晚上清場 包括示威者搭磚頭 警方找水車去洗他們 都應該可以搶頭版 誰不知今天凌晨時段 無線電視播了一個警方踢示威者的片段 現在肯定是網上最熱次地討論 今早就算這麼早的時間 我們旺角的主要佔領區已經有大班人圍著 在討論警權的問題 整件事本來是一個政改政治制度設計的爭拗 如果我們想起這件事最初是說甚麼呢 是說公民提名 或者是泛民主派當中的所謂甚麼 沒有篩選真普選 今早上佔領去到第18天 你還記不記得這些口號 好了不記得了 然後移了去哪裏呢 移了去梁振英下台 因爲地外吹雷彈 大家覺得政府出來得好不好 再跟著移了去哪裏呢 就是空氣很差 變成空氣很好 某些地方很失車要開路 到今天 甚至往後這幾天 一直到周末就是警方濫用私刑 已經跟那個政治制度的討論呢 可能不能夠很直接的連在一起 沒有辦法 媒體是跟著那個受眾的興趣 要知道的東西去 你給不到他 他自己就會在手機上看 那跟著下來的話 如果警權是個核心的矛盾位 那怎樣解決呢 那相對而言呢 可能對特區政府來說呢 這個是容易搞一些的 因爲政改的人大框架 特區政府是動不了的 但是特區的官員 以至前線的執行人員出錯呢 特區政府可以做的事 是相對自由度大一些的 那所以在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特區政府真是做事要快了 那我們很簡單去講 我們能夠預期呢 警方就說現在沒有資料 要去查啦 查完之後就一定是找到那幾個人出來啦 那有權公佈這幾個人是誰 或者不公佈啦 但是一定會說這個是個別事件啦 但是亦都不會有人相信的啦 因爲鏡頭只是拍到一單 但是大家心裏面 看過所有的香港的警匪片的印象 會浮出來的 那所以是沒有香港人會相信 你只有一單的啦 而且亦都會越來越多人走出來 在過往的示威活動 不只是今次啊 可能以前那些起帖街啊 天星皇后都全部有人走出來 而會越來越多人去相信這件事 發酵去醞釀的啦 所以你只是說個別事件 和去懲罰前線的執勤人員呢 是沒有用的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我們只有兩個層次去看的 第一個層次 一哥怎樣做 很多人說他快要退休的了 那如果你說 叫他辭職 似乎可能性亦都不高 不是說他應不應該是問題啊 而是說他作為一個執法人員 是一個執法機關 也就是一個execution的單位 那可能最大可能性呢 就是他提早休假而已 因爲如果你上面的民官 叫個武官辭職的話呢 就算以後誰做一哥呢 都一定同理這個民官的制度 撐到行的了 那大家記不記得 就算曾蔭權在做特首的時候 曾蔭權警察世家了吧 弟弟又是警察 爸爸又是警察 當時那些警察都跟曾蔭權 扭盡六人說要加薪 說待遇不好啦 那你現在換了梁振英 爸爸又是警察 今次最後在他任內 有一個一哥要走啊 以後 上邊和下邊做事的 文官和武官的 怎麽搞啊 所以最大可能性 如果真是一哥要問責的話 最大可能性 他都最多是提早休假而已 誰要問責呢 不是黎智警隊的保安局局長 黎動國 昨日被人公佈了那個民意支持到正直 即是正分和副分加上是零的黎動國 現在很大機會要問責的了 沒有東西的 如果在外國就問責下台了 但在香港問責下台又不是那麽快的 你請辭完之後 特首還要正正寫給北京 北京還要他們開完會 而他們開會 特區政府是沒得催的 所以這件事在這段時間 北京開會開多久呢 第一就是會令這件事發酵 可以發酵到什麽地步的 最需要去處理的問題來的了 那麼政治問題 政治解決 當北京沒有決定 而黎動國又未知是否真的辭職的時候 究竟街頭的抗爭會發展到什麽呢 這個才是特區政府現在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 那麼現在未必會有人對話的了 任何人都會在這段時間 取盡政治本錢 其他事不用說 只是看看 一會兒立法會開會 那班泛民議員會怎麽罵 還有明天 特首是否真的會到立法會接受質詢呢 你就知道這件事發酵成怎樣了 如果今天真是 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談得到的 明天梁振英下去立法會 隨時是有相當重要的人事調動的宣佈 這個就是他唯一有機會 短期內解決問題的chance位 這個這麼窄的空間 能否掌握到呢 就看整件事會怎麽發展下去的 最關鍵的位置 所以 不是只看今晚有多少人出街 而是看明天 特首會不會下立法會 這個才是現在要去解困 最必須要看的日報